春秋中晚期 政治格局出现新趋势 争霸的重心从诸侯国之间 转移到各诸侯国内 位高权重的倾向大户之间 由江子牙开国 齐桓公称霸的东方大国齐国 也陷入了因催促庆风专权引发的国内动乱中 这时的齐国虽有号称第一贤人的燕英 哲冲尊祖 虽有不畏杀头的太史伯兄弟前仆后继 但无情的历史已经敲响了旧体制的丧钟 在一次次以下犯上的阴谋绞煞中 旧道德的大诈苦崩拔解了 从周王朝衰落开始 天子的权力与威望 被强霸的诸侯一点点剥夺殆尽 继而则轮到那些羽翼丰满的清大夫来剥夺诸侯了 齐国与小小的举国交战遭到失败 掌权的崔柱庆风 为了排除异己 独霸朝政 竟蛊惑齐庄公将失败而归的将军们 一律除死 将军 对不起了 将军 是国军让我们这么干的 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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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不住你了 春秋的证据 从前期的李月征伐子诸侯出 至此又转入李月征伐子大付出的动荡 权力的更替犹大吉小 旧理智的瓦解 由浅入身 就是在这块丰饶激荡的土壤上 一大批被后世称为 诸子百家的贤者志士 应运而生 收拾吧 一样 大白天的你干什么 一点零食都没有 擦什么 我不是你的丈夫吗 行了 行了 来 夫人 崔大人 庆峰庆大人来普求见 好 请他进来 是 崔兄 进走 请 崔子 崔子 已经自作主张派人去收尸了 他倒真敢干 有朝一日他自己被处死了 还不知道谁出来给他收尸了 哈哈哈哈哈哈 请 郭军不甘心失败 嗯 正在教场挑选勇爵 决心带领一队勇士 去靖国报仇学耻 勇爵 什么勇爵 嗯 啊 就是能够举起千斤顶 射穿七层甲的 在清道之外 另立爵位 叫勇爵 俸 俸和大副相同 这是国军 借攻打晋国之名 专门挑出人类 对付你我的吧 不会吧 不 国军背后 肯定还有给他出主意的人 咱们这次 好不容易借战败之机 杀掉一批 还有借挑选勇爵的机会 再扶起一批 这 这不是跟你我对着干嘛 哼 你我既能立起国军 也能废掉国军 不行就再换他一个 不 事情 没有那么简单啊 我是下令杀了他们 怎么了 身为一国之军 杀几个败军之将 难道有什么不可吗 可国军知道吗 在杀害的这些将军中 有许多是崔柱庆丰二人 为了清除一己 借你的手 无辜杀害的 什么 崔柱庆丰 他们今天能借你的手 杀害这些将军 明天就能借别人的手来杀害国军你呀 可他们俩一个是寡人的左卿 一个是寡人的右卿 都是当初辅佐我继任军卫的人呐 父子为何如此啊 燕英听说 要告状的人 必须面难而坐于地上 臣要告国军的状 怎能不面难坐地 你 要告你的国军 正是 你告寡人什么 位高而无义 权重而无礼 你疯了 你是在吓唬我 国军 如若你听从燕英之言 就立即毁过自心 如若不听 燕英则请归东海 不听不听不听 我就是不听 你给我走 你回你的东海去吧 如此 燕英告辞了 滚 你以为你是什么 齐国的第一闲人 有什么了不起 要是把我气坏了 寡人一力也会杀你的 林警长 郭军如何说 走 走 去哪儿 回东海 我还是那句话 有道则从 无道则必 不知 不知燕英大夫 此次是站住 还是 现在还说不准 也许很快就回来 恐怕 到我回来的时候 这里已经面目全非了 天大夫 现在齐国军权旁路 乱党当道 你身为四大家族之首 可要处处以设计为重 李大人 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吧 只要你我二人同心 这事何难 如能杀掉昏君 你我平分其果 此话当分 一言为定 那好 明天我就进宫行事 妈 事情可以交给你举办 但万万不可在宫中动手 为什么 为了不让别人得到口识 好 崔大人 我想 这事如能在泥府上下手 最为适宜 什么意思 我知道 国军不是常去泥府 跟尊夫人优惠吗 你 不可造次 咱们是抓银贼 为国除害吗 你这 哈哈哈哈 谢谢 来 我进去 今日献国卧病在家 四位勇士 不变无内 请在门外守候 怎么 行吗 先我在家 在外是刚刚不会 这样睡着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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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天真是太美了 站住 你再往前走 我就砸死你 怎么 我们不是说好的吗 站住 我 没走 国君是真的喜欢我吗 真的真的 我还听说 你要把我带进宫 封我为君夫人 对 寡人已经跟你哥哥说好了 恐怕 到时候带我进宫的 不会是你了吧 怎么 我 有人 相国口渴 指名叫夫人送蜂蜜去 真不巧 我去去就来 请夫人快点 看吧 你急着 是 世之幽厚 美所游厚 世之遂厚 美所惠厚 不见美厚 忧心忽敌厚 寡人真情一句 连草木都为之动荣啊 将贼 我是国君 我是国君 国君在宫中呢 将生们只管抓住阴贼 亲手 亲手 快快让他们放下兵器 我奉向国之命 来此专抓银贼 什么 崔叔之命 相国在哪啊 寡人愿意和他结盟 相国卧病不能来 将什么 上 寡人知罪 寡人要到太庙乡 相国请罪 不行 不行 那 snapshot人倒太妙四尽 Morteline 我 STOP 你这个小人不 沒有 昏君淫乱无道 国人切齿 以境诛杀 此事与众臣了无干 国不可一日无君 齐国要另立新竹 今天请各位臣疗到此 说说立谁为好啊 田无语 就从你们四家大夫开始吧 西厅二位相国主裁 只是 只是什么 不知郑清燕英他 燕英已被昏君轰出朝堂 早不是什么郑清了 郑清如此才应召回 还招这个招那个的干什么 崔相公你就输了算了 也好 我看灵宫之子 昏君的一母之地 楚舅 已经长大成人 可以立为新君 相国 相国 相国大人 相国大人 燕英大夫跑到府上 正在砸门呢 他说他要进府 为先君哭尸 这个孩子 不在东海待着 回来找死 诸位 我们一起去看看燕英大夫 看谁敢动 开门啊 开门 崔大夫来了 我看你还是快躲躲吧 开门 崔大夫 切勿动怒 燕英是齐国第一先人 你没看见这些人吗 他们都是跟着燕英 一起来的 开门 燕英 你找死啊 对不起 又轻大人 燕英 想接贵妇的门 砸砸 好啊 你既然愿意砸 就使劲地砸吧 快开门啊 我要看看国君 看看国君是怎么被人杀死的 有人没有啊 快开门 我是燕英啊 好好好 你是忠臣 啊 既然你要哭 好吧 我就让你进去 通通快快地哭一场 开门 哭啊 哭啊 你为什么不哭 我不是要哭这个人 我要哭的是齐国的设计 你为什么不哭 我是燕英 我为什么不哭 我是不是 我跟着他 真不屑,让我严重 看你哭得这么伤心,为什么不跟他一起去死呢? 社稷在国君之上,国君如若为社稷而死,为臣也因为社稷而死 国君如若为私愿而死,那么对不起 我又不是那些与他有私情,暗中来往的人 我为什么要陪他一起死呢? 好,你既然不想去死也不哭 那你为什么不逃走呢? 这话说的没道理 我已经不是正清了 和众臣一样 造货的始末我都不在场 我为什么要学那些没有见识的使女丫鬟 稀里糊涂地逃走呢? 更何况 国君已经死了 我逃个哪门子呢? 好好好 你既不哭,又不死,又不逃走 那么,你请吧 不 我还是要说 这个人 是让人杀死的 该死该逃的 是那些杀死他的人 不是我 你大胆 是 不大胆 也不敢来了 你既然来了 就不要想走了 来人 来 绑起来 带到太庙 是 现在蒙事 手指不出邪者 斩 说话无利索 斩 改编誓言的 斩 走 走 走 不疼心者 斩 是此 如不与崔庆同心者 必受不详 不与崔庆同心 感受不详 若不与崔庆同心 必受不详 尹英 在 该你了 我咬哪个手指啊 当然是你的右手中指了 好 那请为我的右手中指松绑 松开它 都松吗 废话 催祝无道 势军夺国呀 你 别急 我还没咬手指 如不中设计 与崔庆同心者 必受不详 我杀了你 等等 你敢 我可惜你是个人才 这样吧 你如果按我的誓言指天蒙事 我答应 我答应你 共管齐国 什么 你 你如果 不按我的誓言 重新蒙事 今天你就得把头颅留下 用刀斧威胁 逼人丧事 算不上勇者 如果你硬要逼我 也只能引尽就路了 好 那我今天就成全你 退路 你杀了无道之君 难道还要杀这有道之臣吗 太史说的对 你杀了燕英这样的大闲人 难道就不怕民心烦了吗 你们 闭上你们的嘴 我们要是都闭了嘴 有人 可就来取你的手机了 太史 史怎么写的 请把师姐拿过来 请文怀收后 下午月以汉 催俊逝其军 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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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 死于疾病 史家去世之术一次不开 你 写 死于疾病 你写不写 我让你直输 我看你们谁还敢再写 我 你是什么人 三帝太史书 你还这么写 你再写我再回 你还不写 你还不写 我不行 你又不写 我不是写 我去写 你买到来 你还十分兴得了 你还不是写 是我 你还不写 既然你不怕死 我今天就成全你 看你的比例很 还是我的剑厉害 你是谁 二弟太始祝 你要重新写过 是 怎么写的 你 下五月以汉 崔祝是齐军 你 你们太始一家都疯了 你们疯 我也疯 我看见吗 还有谁跟在血 有 四弟太始祭 崔庆 打开沙界以来 从战败而归的将军们 无辜受难 到太史一家血染石井 孝节死一者无数 我看 天威震怒的日子 我会太难 齐国 虽然换了新军 但大权 仍然掌握在 崔祝庆风的手中 我天无语 上不能讨贼 下不能避难 终不能等死 只好 离开齐国 望 燕夫子见谅 先别急着走 我看齐国 是快要乱出头了 大夫们各怀旗帜 说不定正在什么地方 计谋着除掉崔庆乱党 崔庆二人 早晚也会互相拼杀起来 相国大人 相国大人 府内出事了 从大公子崔城 在府内杀人呢 那夫人呢 又公子带上跑了 夫人也被大公子 关在内院了 难道这些家庭假使们 都死绝了吗 死的死 跑的跑 回府 不 大人不能回去 公子沙红的眼 见人就杀 只怕大人各一回去 连同夫人一起 那 大人 我看只有求助庆风大人了 崔大人不必悲伤 你我崔庆二人 实为义 崔城小儿胆敢如此猖獗 崔大人 只要你义上并下 我兄弟二人一定为你效力 此话当真 若能庆大人 鼎力相助 除掉逆子崔城 但寻到小儿崔明之时 定让他拜您为义父 那 那咱们两府 不是更亲近了吧 啊 啊 哎 去哪里 美人 快去哪里 啊 你怎么能乱杀人啊 不是说好了 我身在普通举事 然后您和庆丰伯伯 一起说服我父亲 来恢复我的长子之位吗 向庆丰伯道 向您福庆之通 带我来取你的手机 什么人 庆舍 我不认识你 我可知道你 你在齐国 可是大人鼎鼎的美人啊 你要干什么 我今天晚上请命来到府上 帮崔大人评乱 可都是为了你呀 你站住 来人啊 人都死了 没有来人了 好 你总算换点代价 脱 躺 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崔大人 你府上现在已经平安无事了 夫人正等着你回去呢 你儿子说了 他以后再不敢逆父做乱了 我的儿子 尝尝 尝尝 我去找你 堂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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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s Assad 张晓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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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晓 吹诸自义生死 犹赋于寡人 国君 臣庆方起奏 庆相国请假 吹诸十位国贼 启示君之罪 已凝聚于石检之上 如今国贼已死 臣有三请望国君安准 哪三请啊 请国君讲崔柱 暴时三日 以泄国人 那二请呢 将崔府从人一律出此 这些人出卖主子 不出不足以平民分 准奏 三请国君 重赏有功之臣庆舍 能否 先替我召回 燕英 臣庆受起奏国君 恳请国君废除 左右相之职 只受相国一职 由庆风 总领群臣 准奏 准奏 退朝 来人呐 去东海召回燕英 寡人有急事相问 是 先兄庄公 未听燕夫子之言 几乎把庆风 作为新国之臣 寡人在此 替先兄 谢罪了 国君虚怀若骨 社稷有望 燕英 你应为齐国臣民 败谢 听说 田大夫等 请你主事 被你拒绝了 臣 求除贼之心 只是不得其人 你是说 田氏等四大家族 也不可依赖 不是 田氏 恕臣 展且不输 那高兰豹三家族 只知道为自己牟利 不足以成事 那 那就只有 眼看着庆风专权了 国君不要删感 我来的路上听说 明日太庙秋季 庆风 已经召集了高兰豹田 四大家族 我料 到时 地有大乱 国君只要自己去了 到时就会亲眼看 他 那 他们想做什么 杀人呗 那 寡人不去 没事 实在不行 你就钻到祭桌底下 躲起来 祁国内乱后 燕子做了宰相 在他辅佐祁景公执政的数十年里 祁国曾一度显示出复兴的迹象 但在国内 君臣上下却一直被一个古老的预言所困惑 就是田氏戴奇 到底是清族势力的膨胀造就了这个预言 还是预言助长了公卿士族的崛起 大势所趋 身为智者的燕子 也是无可奈何 但是他清廉公正 人和克己的一生 却成为后世贤者所推崇的君子泰国 今天有点不对 是啊 咱们天无余也没来 咱们动手吧 别急 国军加入 国军拂响 平身 谢国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们怎么能杀我 怎么回事 朱大臣 朱查庆史 为的是我国军里的江山射击 快 你要干什么 庆功尚在 赶紧拍兵去查 Superman EM 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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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啊 這裏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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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国的太庙 经受了一场血的洗礼 但这些意外的牺牲 并不能给那些长眠地下的 显赫仙族带来多少欣喜 就在齐景公夺回权力 准备向外重振齐国升威时 在内乱中受益的田吾羽一族 也加紧了争夺民心的苦心精英 燕英让国君受惊了 请国君恕 嘴到没有什么 只是在那个祭桌底下 蹲的时间太久了 寡人这腿啊 到现在还不听使魂呢 何止国君呢 我呀 现在还卖不动布呢 燕夫子 寡人过去多次请你入朝 你就是不肯 如今 你反倒不请自来了 此一时彼此吗 怎么讲啊 崔庆势力已除 四大家族也只剩下田氏一家 燕英恐怕有无设计 所以只好跑到台前来烂冲靠令之人 那么 寡人 可封建夫子何止啊 相国 对 国君 你听 什么声音呢 是田大夫将庆势所得的福参分与民众 民众正在献恩呢 毕竟是田无语有见识 是有见识 却不是好见识 田无语散财 总比崔柱庆锋 脸才强吧 田无语与崔庆不同 此人城府极深 崔庆是民的刚的 田无语是暗的柔的 崔庆要夺国 田无语却是在买国 什么买国 他要收买的是奇异国 他收买奇异国先买民心 他散财你脸 他施恩你结怨 他得民你施重 总有一天 他买国你丧权 那我们杀了他 舍不得 现在杀了田无语 国人必反 再说田无语散财 也并无罪过 郭君 你听说过一个古老的传说吗 哦 什么传说 就是田无语先祖的传说 田无语的先祖叫田婉 本来叫做陈婉 是陈国陈立功的儿子 出生的时候 陈立功为他占卜 得了三个字 宾而亡 宾而亡 这是个可怕的故词 照古太史的解释 田婉将离开陈国 取一个江姓之国为宾 他的后代将在这江姓之国称王 哎呀 我们齐国不就是江姓之国吗 这个可怕的古词 像幽灵一样在齐国游荡 今日演变出来 便是田氏代齐 田氏代齐的幽灵 紧紧缠住了齐进功 为了与田氏争夺民心 他宽行薄练 失责于民 但同时 为了驱赶内心的恐惧 又收养田开江 公孙杰 古爷子三勇士 燕英屡见不从 为此再次汇居东海 好 干什么 我说你是贝方 我天天天还得管您叫声爷爷 叫爷爷 哎呀 天天空 哎呀 有事儿 找我 无因 天大夫 有仇人 我公宗家 即使他的脑袋 来见你 有仇人 有男事儿 找你 老哥 来 喝 既无男事也无仇人 不 他天不宇 想要干什么 他肯定 是要说没我的三劫 国君 过 国君 回来 国君有何吩咚 哦 没事了 等等 郭金 你说 要是我到东海去找燕英 那个矮子 他还会不会理睬我了 会的 燕英大夫是个明白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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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使到 楚王特派微臣出使贵国 以兴两国之好 感谢楚君 尊使请啰嗦 我楚国晋三江戴武服 帝大吴伯 兵抢梁族 是华夏诸侯中的上国 以外臣之见 诸侯 透出狂言的家伙 量与金蛮断法温身 刀耕火中之力 竟然敢自称上国 推出去 掌 国君 容我兄弟三人 亲提雄兵 定将楚国踏为平地 对 这家伙交给我 寿宁君慢来 从来是两国交兵 不展来时 更何况 这位使臣 是为提出两国 讲和修好而来的 是不是 是 是 请使者 展回楚国 齐国会尽快派使臣前去修好 是 是 微臣 告辞了 你把他放跑了 说明君 展示雷霆之怒 那 除此独自来到这里 擎而展之 让诸侯知道了 岂不是笑我们胆小 你说什么 我们胆小 不胆小 怎么会怕一个手无寸铁的人呢 是 谁怕他 哼 国君 事已至此 只能派使臣去楚国 重新讲和修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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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国大人 你看这门关了 你去叫门 拜承 我们相国大人出使贵国 请把门打开 从小门进去 这 你 贵国的县国大人 身不满无耻 从那进去还绰绰有余 至于怎么进去嘛 那 我就管不着了 你 这好像是个狗门 我们齐国有个规矩 只有出使狗国的人 才从狗门进去 燕英 我今天出使楚国 而不是狗国 你说 我该从哪个门进去 这个矮子 果然有些口才 开开城门 是 验福祖 请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